最后的大师 叶启孙和他的时代 作者 行军记 第五章 杨帆于滔滔学海 第一节 如果说物理系是一条船 叶启孙就是这条船的船长 不仅如此 叶启孙还是清华大学理学院的首任院长 理学院下辖除物理系外 还有算学系 化学系 地理系 生物系 心理系及土木工程系共七个系 是清华大学当时三个学院中 阵容最大的一个学院 如此看来 如果每个系都可以看作一条船的话 理学院就是一支声势浩大的船队 而这支杨帆于滔滔学海 后来世人称其的船队 指挥者就是叶启孙先生 在叶启孙任首任理学院院长期间 他聘请的各系主任是 算学系熊庆来 化学系张子高 生物系陈真 地理系温文浩 心理系神有钱 土木工程系 卢文旭 而各系聘请的教授 如吴郑之 杨武之 郑之帆 萨本帖 陈醒深 任之公 吴运真 黄子清 高崇熙 孙光远 诗家阳等等 皆一时之选 清华大学理学院可谓群贤必至 我们从各系主任的名单上可以看出他们大都称得上国宝级人物 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沿着这份名单从教授副教授讲师等一次看下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算学系聘请师资的名单末尾赫然写着助教画罗庚的名字 我们从华罗庚的故事里或许会得到叶启孙常理学院的一些信息 清华园第一次关注华罗庚的名字是在算学系的图书馆里 算学系物理系都有相当不错的图书馆 算学系有中外数学书籍1800余册 期刊67种 包括与清华理科交换之国外数学期刊20种 来清华访问的外国学者认为 算学系和物理系的图书馆甚至比哈佛大学同系图书馆还完善 这一天 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先生来到图书馆翻阅报纸杂志 在《科学》杂志里 有一篇论文吸引了他的注意 这篇论文的题目是 苏家居之代数的五次城市解法 不能成立之理由 作者署名 华罗庚 苏家居乃当时数学名家 不久前 他发表在《学艺》杂志第七卷第十号上的论文 曾引起熊庆来的注意 熊庆来曾按论文中的思想向前摸索过一两次 但都因琐事纠缠 就把这件事情淡忘了 没想到 这个叫画罗庚的人 又把这个话题拾了起来 熊庆来的思绪再度飞扬起来 熊庆来并不是清华土著 这个操着一口云南土话的人 虽然很明白北方语音的特点 并且曾教导过子女念黑板的板子要用第三声 示范时还将板子拖出悠长婉转的韵味 却终声不改相应 他的相应 亦如他的为人 纯正质朴 有着本色的纹理 原始而又讲究 熊庆来是云南迷勒县人 十五岁之前 他基本上没有离开过他的村子 村子甚小 大概不到五十户人家 村民很怪 叫西仔村 村子距县城很远 大概要走两天的山路 这里盛产甘蔗和玉米 很少种稻谷 然而 吃着玉米饼子 长到十五岁的熊庆来 却考进了省城的学校 专修杨文 十八岁那年 他考取了去欧洲留学的名额 先在比利时学矿业 后 又去法国学数学 熊庆来在欧洲求学八年 回来后 在东南大学数学系供职 他和叶启孙的友谊 就是从东南大学开始的 熊庆来比叶启孙大五岁 叶启孙到东南大学 当物理系副教授时 熊庆来是数学系教授和系主任 有确切的材料证实 他们的交往至少始于1924年3月 因为我们在该校树立化研究会 为欢迎叶启孙 任洪隽 而合影留念的照片上 发现了叶启孙和熊庆来的身影 熊庆来长方脸 鼻子上架着眼镜 这中式长袍 显得有些憔悴 而张子高和任洪隽 则坐在叶启孙的右侧 身前身后 都是正经端坐的学生 他们被簇拥着 脸上有处为人师的矜持表情 几年之后 我们会在清华大学理学院 叶启孙延聘的教授名单上 发现他们的名字 熊庆来木论寡言 叶启孙不善辞令 这两个不爱说话的人 能成为朋友 让人颇费思量 最可靠的推测 仍然来自刘存于世的有关文本 这些材料证明 二人从相互吸引到忠诚之己 大概源于共同的爱好 叶启孙少小 极有数学天赋 在清华学校时级发表 中国算术史略 他在节语部分 曾这样分析到 读史图之事实 无补也 善读使者观 以往之得失 谋将来之进步 我国算学 如伤高刘辉祖冲之王孝通 请九韶礼也 礼善兰华横方辈 其将卓绝千古 故无可疑 而观其全局 其进步足 远训欧西者 其故有四 一 法统系之研究 立观古算书 大多一提一法 而不会通其理 后世席而不久 既无功力 字难发达 欧洲则受希腊之影响 希腊人研究数学 既有统系者也 二 传习不广 古史南基 自诵以后 习者极少 此现将决 故称算学 约决学 一人特起 继续研究 则约决学 欧洲中古 虽称黑暗 燃习几何学者尚多 此其孝族影响于后日 三 幼于旧习 古算是难言 而十三世纪之四元算是 载集聚在 其不变不代言 而清前家之计 学者游用之 虽之不变 以为元人成法 不思改也 而代数学族 以此不尽 欧洲之代数是 十七世纪中 上级不变 二百年中 积极改良 至于金矿 即此异端 其影响于算学全局 已不前已 四 自然科学不发达 苟无天体力学 那端未必深言危机 苟无电学 虚数勇为无用 苟观测不求精 概率学必不发达 自然科学 非用术不精 而数学进步 由待自然科学之需用 而激起 欧洲自十六世纪以来 自然科学逐渐发达 我国至今方萌芽 此意数学不尽之一 故也 中国算学始略 叶启孙著 清华学报 第二卷第六期 从以上文字中可以得知 叶启孙对中国数学的历史 与现状曾有过多么深入的思考 以他这样的专业水准 加上他深邃的思想 倘若与熊庆来这样的数学名家相遇 由于内在质量的吸引 肯定会有惺惺相惜的表现 无独有偶 在熊庆来的儿子熊炳明写的纪念其父的文章中 有这样一段话 他讲起全国第一次数学名词审查会是很有趣的 时间大概是1923年 要讨论的是一些函数 积分等最基本的一名 有陈建功 江利夫等先生 在杭州西湖上 雇了一条船泛舟讨论 以上的细节 我的日记可能有误 但我要说的是 他们那一代的中国数学工作者 就是一条西湖的小游艇 可以载得起的 永远的清华园 清华子弟 眼中的父辈 宗仆 熊炳明主编 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第126页 或许正是物以稀为贵的缘故 成就了二人的知音之意 还有一条可资凭证的线索 翻阅二人的有关资料 二人都常常以充满激情的口吻 讲述法国大科学家巴斯德的故事 叶启孙 物理学及其应用 演讲稿中这样写道 巴斯德想 大家都知道 Life of Pasteur 医书应该人人都看看 首先 他研究有生命之物 可否自无生命之物中 生出这问题 结果 以可靠的实验方法证明不能 这个研究似乎为纯粹的研究 似与实用无关 然这是微生物学 知识 为近代医学重要基础之一 其实用价值 何其重大 而雄庆来 则更多的是给自己的孩子们 讲巴斯德的故事 关于巴斯德 他还讲过许多动人的故事 我不能在这里多解 总之 在乡村私属里吸收的传统精神 和在西方接受的启蒙思想 人文主义 都融为他人格中活泼有生命的成分 他讲巴斯德的故事 阿基米德 伽利略 牛顿的故事 一如他讲 左传 战国策 给我们幼小的心惊讶和启发 似乎在未来生命的海洋上 看到隐约的航线 永远的清华园 清华子弟 眼中的父辈 第125页 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在东南大学的日子里 那本 Life of Pasteur 或许是二人有情的红丝带 而使二人成为 挚友的根本原因 还是共同的志向 走科学救国的道路 而这正是巴斯德故事 蕴含的真正主题